卖塔位 卖塔卖罐都有 因为我们靠航条 因为一定 两个铃骨塔位假仲介 到被害人住家拿钱 他们没想到现场早有警方埋伏 靠航都是有什么证明吗 没有什么证明吗 你们公司在哪里 哪一个 连公司地址都说不出来 两人当场露线 这个铃骨塔诈骗案 能轻松收网 多亏邮局机灵航员 将计就计 被害公姓妇人和妹妹到邮局 说要解除百万定存 而且神色紧张 行员察觉有意追问 才知道他在十多年前 花了84万投资12个塔位 仲介跟他谎称 能卖到1100万 结果钱还没拿到 就先得捧168万现金给仲介 他付出了钱 可是并没有东西 也没有收据 什么都没有 行员安抚妇人也同步报警 并准备极可乱争的168万假钞 等两名假仲介上门 梦中捉鳖 那事后换钱工程是 双方买卖的纠纷 但是警方征讯后 全案依诈欺罪移送法办 妇人保住168万 两名假仲介也被喊送 但在这之前 妇人已经先给了一笔 56万的手续费 恐怕很难拿回来 警方提醒 投资者千万不要利益寻心 免得砸了钱 只是一场空 记者许运文 鸾志怡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